我只是有點擔心,因為原來的翻譯應該是展開字語 我們先...不好意思,我們先請其他兩位先報告一下 然後我們討論的時候可能需要一些補充 讓 Yannick的研究裡面輸入一些中文的翻譯只是讓你共通一下好不好 謝謝 Now, thank you again Yannick for a very nice, stimulating presentation and now we invite Professor Fan Meifeng from the University of Wyoming University So your presentation, I guess, is not only about nuclear waste but nuclear policies in general and as far as I could understand your paper about how Fukushima did change a little bit the approach of the Taiwanese state towards the energy policy in Taiwan as regards nuclear waste, nuclear policy in general but... so you will talk also about participation and I'm looking forward if you have a different definition with the way Yannick has just introduced participation Thank you Thank you, Mr. Chairman. Hello. Now, I'm looking forward if you have a different definition with the way Yannick has just introduced participation.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here For yesterday'sنا NewsAST2, we welcome here I'll ask you about the physics of the development... So I understand why you end up the program 也在2011年12月提出了 這個能源發展甘霖草案 這個草案其實很重要的 因為它攸關我們到2020年的 整個能源的發展的一個重大的方向 也可以說是未來能源發展 或是開發的一個三位的政策 這個能源發展甘霖草案 主要說它規劃是說 再生能源最大化以外 也把核能當作是促進我國的能源結構 多元化和低碳化的重要的秀氣 那在2011年2月的時候 環保署針對這個 剛年草案進行政策環評政查的程序 也有召開專家會議 那環保署其實它蠻重視這個專家的評估 也強調說科技的視察不確定的程度 達到這個專業的共識 那這個政策環評的政查 它其實只是提供這個支持的意見 然後它並沒有像我們剛才 讓環評有優候選的這個功能 那知道核災發生的時候 那經濟附年去考量這個整個政治 其實還有核安的一些議題 在之後發生 就撤回這樣的一個內院發展甘霖草案 也在今年8月的時候 重新的提出穩健檢核這樣的一個政策方針 那在8月的時候有召開了分區的座談說明會 不過9月的時候行政院就有確定通過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就是能源發展甘霖草案 這個政策評估說明書 它有列出來的政策評估資訊的程序 那左邊它有列了不同的一些方式 怎麼樣進行評估 那右邊其實能源局 它也有列出來公民參與的機制了 不過就是它這邊講到這個分區說明會 這9月8月的時候召開了 那其實參加者也比較是局限在 各界的一些代表提供一些資訊意見 所以其實公民參與的程度其實是非常低的 那我想大家知道說我們在2002年之後 我們就開始推動一些神移民主的一些行事 有公民會議、公民陪勝團或是法人論壇的 那其實到現在應該有上班場 那研究發現說這些公民會議的這個結論 跟政策的連結並不顯著 那也由於說這個召開的這個過程品質不太不一 那有的這個主管機關或委託單位 他們有比較多的涉入 所以其實民間團裡不見得認為說 這個公民會議一定要成為決策過程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機制 那我之前其實也有在2002月的時候 也有參與委託這個地方合費的選擇 的一個公民討論會 那其實參加了這個公民20會 他們其實就對了這個選擇 重要一些考量 因為有提出一些想法 他們也有提到合費處置跟能源政策連動性的一些問題 那這個原理會誤管其實就是委託的單位 其實他們也有真實的書面 有回復公民的意見 那也覺得說公民提供的意見非常的寶貴 那主辦的單位 也就是說選擇了這個主管機關經濟部 他們其實並沒有正視的回應 他們其實並沒有正視 因為有反應 有反應 好好好 可能我會比較脫離 因為我講得比較快 我怕會單這樣 沒關係 你必须要一分钟 他先来一件 不然他没办法反正 好 主管的就是选址的这个主管的机关经济部 他其实并没有正式的回应 这个公民讨论会的报告 那其实这样就凸显了问题 就是说我们有进一步的去调查 来参与的公民 他们会觉得说 这个公民讨论会增加 他们就会合备料的认识 然后也学习去聆听不同的意见 那也对 就是说他们对政府之间的关系 其实好像比较正向的互动这样子 可是我们发现说 其实对后来到现在的一个选址的一个程序 好像没有多大的这个影响 那其实就显现到 就是说我们在推动这个公共审议 那怎么样让他能够更制度化 能够强化他跟政策之间连接的重要性 其实也是我主要 今天我这样主要参考的目的 除了有采取这个文件的分析深度的谈谈 那在今年六月的时候 有召开了两场厉害关系的焦点的讨论轨 那其实有邀请到相关的政府单位 民进团体学者专家来一起对话 来提供一些意见 但是公民参与的决策的利润的提供 大致上有这三个例论区 公益性的论点认为说公民参与决策 其实有助于增加他们对政府决策的接受度 来改善政府跟民间这个关系 那规范性的乐解就是比较强调这个 从democracy而认为说 民众参与就是本来就是基本的这个权利 那知识性的乐解比较是认为说 专家其实他也有思考的 现在反应和局限了 那公民来参加其实他也有能够带来实质上的一个意义 再来贡献 那针对有关于这个科技和能的争议 还有涉及到这个程序的设计决策正当性的问题 那其实有必要就是说在科技发展的前期 或者说决策的前方 我们就扩大社会参与来进行评估 也成为未来决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基础 那也就是说其实这边讲到蔡宇氏科技评估 它其实就是让多元的社会行动者 那公众能够对这样一个科技的合能 来进行全面的这种社会影响的评估 那国外其实有一些科技评估机构的这样一个建制 那有在国会设立科技的评估的部门 像是英国、法国、德国 那当代他们在行政体系之外 另外成立了科技委员会 那也有另外设立独立的这样一个评估的机构 这个像是荷兰 那我觉得韩国的这个经验其实蛮很可以知道 我们参考 因为他们在2003年就修正他们的科技基本法 然后也有成立这样类似荷兰的这样的 韩国的科技评估规划的研究的机构 那他们后来也有将这样一个机构更加的法制化 确定他的一个独立的独立的机构的特性 能强化对于新兴科技的社会影响评估 那甚至他们也有正列的这个公民参与的情况 那记得跟大家分享就是说 目前就是说能源发展或是核能决策的一些问题 那第一个就是有万一那些决策结构性的困境 也就是说目前的这个决策其实比较是反映出政权政治 那也比较是以统治者为中优上而下的这样子的特性 那特别在核能义上也是国家安全啊 经济成长这种成为一种主宰的论术 那公民参与比较局限在就是有限的这样一个选项上来表示意见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参与和决策的连结不足 就像我刚刚提到的那像之前全国能源会议的不管它的举行 那过程啊或行程结论的方式其实也是引起蛮多的一些正义 那其实像化保长期就有指出在2009年第三次全国能源会议 在这个一层的当台上面 或者说政府也没有特别去讲到说减盘的目标 那就是在这个政策刚刚提到这个能源发展纲领 那时候的政策评估说明书 那就有提到说2020年能源核能发电的发展的方向 就列了这两个 第一个就是主要就是在讲到就是说借能处义 就是正常的处义 那第二个就是说也就是考量先进国家 核能研育的做法就是是研育的这样一个方向 所以经济部能源局就规划出了两个政策方向 那当然就是说这边特别他们也强调到说在再生能源最大化 最大的这个合理使用面下 然后第一个方案当然就是说刚刚讲到的这个正常的处义 那第二个就是说维持 第二个就是延后除义 那经济部能源局他们也有进行这个民调 那就发现说八二民众接受有七成 就是七成民众赞成说延后除义 可是我后来就看一下说他们的对于是民众意见 还有社会接受度的评估 那这是他们的附上的问卷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样的问法然后选项一选项二 那当然就是刚才是说多数的民众当然会选 大概是这样当然大家就会选说 哎维持目前低碳能源结构 所以这样的一个问法其实没有特别强调 就没有提供说核安的一些议题 那民众这样看起来恐怕也有可能误导的情形 那第三个问题 就是有关这个资讯不对等的问题 那我在刚才提到那个座场会也有专家讲到说 政府比较是片面宣传的方式 那有讲到说没有核电会有会缺电 还有零件核实还有涉及到提款的问题 那这部分其实资讯 如果我们一发生社会大众 其实没有得到很充分的细节了 第一开始资讯的问题不只是说提供一些科学的证据 事实等等 其实还豐富了这个知识生产过程 你怎么样进行这个评估 那你根据什么样的资料来源 甚至你背后研究的经费的资助 其实也应该要透明化 可是其实是这样的没有办法透明的情况下 其实是民进团也问了说 其实所以会造成彼此缺乏的互信 那第四个就是有关于目前参与的一些 不管是程序或议程设定的问题 其实会造成这种沟通品质的不佳 或者对比较私交 讨论私交的问题 那另外还有涉及到这个谁来参与的问题 比如说之前中国能源会会议 也有涉及到说云会代表失衡 比较多是官方所推荐的代表来参加 那接着就是在提出一些 我觉得可以自助性的方向 那第一个是针对 就是说参与式科技评估的见识 可能的第一个做法是说 是不是我们可以在国会之下 去参考英国的做法 设计科技独立的这种科技评估单位 那之前我们的座谈会上面 其实有遇到的代表 还有学生 特别也是公民监督文会联盟的认阅 那会觉得说 其实如果说我们这样一个 独立的这种科技评估机构 在立法院之下 那他来去推动这样的公共的生意 然后来进行核能的一些评估 那这样一个报告的一个产出 那主管机关他必须要正式的会议 那这样的情况下 其实可以有助于加强国会 他的一个问证的住职 那因为立法院之后也要审查相关的能源预算 那其实也有助于强化目前他的一个建筑的功能 那这些做法就是说也有一位的建议 所以是不是可以比较是由非主管机关委 由民间的团机构来进行这样一个科技的评估 那特别是说比如说可以思考说强化法务部的功能 因为法务部目前是我们的这个法制的单位 特别是新政政策法主管机关 如果说有法务部来推动 是不是他的一个假设 这个大家比较可以觉得比较能够去有公信力 第三个是法务部 我们是可以成立一个这种独立的科技的评估的机构 那那种程度也比较能够跳脱这样的一种 一种政党的政治的一些争斗 或者说民众或者官方各界 比较难够去接受这样一个机构的独立性 那当然其实我们来看现在的一些的研究机构来说 那其实也有人质疑说 其实他不见得这么样的独立 他背后也有涉及到他的处置者或手掌偏好 那所以如果我们要朝向这个方向的话 那我会觉得说我们是不是可以 像韩国一样 我们可以在基本法上更强化这样的一个机构独立性 不许他这样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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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位 那第二个可能发现说 其实可以强化这个克责性 还代表跟大家提到就是说的听证的机制 因为其实像我们刚刚刚刚讲到这个 那一份发展刚刚你提出了这个文件检核 但其实怎么样逐步检核 或者他的一个支撑 其实也都没有没有很详细的说明 那其实也有民间团 你会觉得也质疑说 他这样的一个钢领他的一个居住力 或者说克责性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像德国一样 我们可以透过这个法治立法的过程 我们能够比较明确的确定 我们检核的这样一个目标的角度 那最后是强化这个替证的机制 但是国内目前是认为说 是比较严谨的这个公民参与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因为听证程序他必须要厘清相关的一个正义 那听证程序举办完后这个主管机关 他必须要不要做正式的回应 他必须要说明说 我为什么我不采纳 我的理由是什么 或者说我采纳 那在其实在两千里纪委 全国能源会议其实各界有达到共识 就要求说特别是针对这个能源密集产业的发展 应该在这个进行政策谎评的时候 应该要召开听证的或听证会合听证的程序 目前根据这个行政承议法的规定 要举行听证有两个要件 第一个就是说依法律规定应该要举行 就必须要举行 那第二个就是说行政机关得以职权 决定是不是要举行 那当然就是说行政机关 那这个行政程序还有预备听证程序 其实是花不少的时间 而且就像我刚才讲 你必须要做一些正式的回应 那所以民间团结认为说 其实行政大会可能能逃避就 能不举办就不举办 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 社会大众也没有形成到一种很强大的舆论的力量 让或使这个主管机关必须要举办听证的程序 那所以如果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 所以我会建议认为说 其实我们可能可以在相关能源法制下 能够去增订这样的一个 必须要举行停证的这样的一个条款 那结论就是说我会主张是说 我们这个建议这样的一个 蔡宇室科技的评估的这样的一个机制 它应该是比较 比如我们在地的一些慢的 还是功领域导向的 功领域的行动者 当然是多学的社会行动者 都能够参与 而且这样的一个机制 它是比较是民众的可接近性的 那其实像我们刚才提到 不管是说明会啊 或者说一般的这种工庆会好了 那其实好像就局限在那短短的几天 然后程序就走完这样的 那其实这个蔡宇室科技的评估的制度 它应该是能够超越这样的一个 几天的程序的规定 那它应该跟既有的这样一个 公平领域的对话 其实应该是能够结合 然后持续进行的 那也就是说 我们能够透过这样一个机制的一个建制 然后推动 那能够让更多的人都去关心 这样一起更多的对话 然后更多的建立彼此的一个新的关系 能够倒下更成熟的公平社会的方向 然后大概来跟大家介绍 这一段视频的方向